清晨,在拉布冷寺一处房屋内,五十一岁的僧人成来坚挫和佛乐团成员练习合奏道德尔曲目。 已在佛乐团三十年的成来坚挫,声乐团内唯一道德尔佛电音乐国家级传承人, 精通大号、二胡、龙头琴、杨琴、笛子等乐器。 他告诉记者,最初,道德尔是专门为家母养活佛、上典、奖金、宴请、出行、银送贵客等正式活动的伴奏, 大众对其相对陌生。 自1997年开始,道德尔佛乐团受邀前往法国、英国、比利时、美国、加拿大等国家演出, 近年来,更是数次参加大型公益活动,面向社会演奏,日渐进入民众视野。 最初,道德尔主要是加木养活佛正式活动的奏乐,没有对外演奏的机会, 所以对于民众来说充满神秘感。 近些年,佛乐团多次受邀参加公益活动,使得道德尔有了不小的国际声誉。 道德尔是拉布伦斯独有的佛电音乐,经过不断完善发展, 最终形成了由管乐、打击乐、弦乐组成的藏族佛电音乐。 近三百年来,道德尔一直在寺内有序传承,据了解。 佛乐团成员,宗拉布伦斯在测僧侣中,寻拔京东乐理者, 每位乐手需勤加练习,掌握全部乐器的技巧。 道德尔佛乐团副团长,宗哲坚措会以学生时期说, 前三年的学习同病快乐着。 我嗓音条件也不是很好,刚开始学习很困难, 多次请教老师其中要领和技巧。 此外,老师还会给我们讲授高僧大德的传记, 以此来激发学习热情和责任担当。 2008年,道德尔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, 佛乐团在当地文律部门支持下, 陆续出版相关录音磁带、光盘。 2019年,以藏汉音三种文字出版, 藏族佛电音乐道德尔发展史, 首次公开传统乐谱保留曲目叙述道德尔的历史严格。 这不仅成为佛乐团的教学教材, 更是外界了解道德尔的窗口, 主要经理用于培养储备乐队青年人才的成来坚措说, 他希望尽快完善排练场地和建立道德尔展览馆, 能将更换下的古老乐器等公开展出, 通过这种方式来让外界更为关注和支持道德尔发展。